中共病毒疫情全球燃燒 虽然中共官方声称中国疫情已控制 不过民进党立委黄定宇16日表示 他收到中国朋友和台商提供的多份中共文件显示 近日中国新增的肺炎病例有增加的走势 有些地区更是重新封闭 他警告中国的第二波武汉肺炎似乎已经蠢蠢欲动了 据黄定宇所公布的文件显示 4月12日广东省佛山罗村下坡附近发生群众感染 而且丝态严重 公司已请所有搬来宿舍居住的员工 当日晚间前全部搬回宿舍居住 公司将重新启动 全封闭管理 所有人外出都要写外出申请单 经审批后才可以外出 文件还强调 若不搬回公司宿舍居住者 直接不用回公司上班 待疫情结束后才回公司上班 此外4月13日 河北省迎台院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布紧急通知表示 本州省内来暗房要继续落实一级响应措施 恢复原有管制措施 确保不出问题 要落实对小区的管制措施 并要求无必一个小时内落实到位 同日河北省内 幼原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也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所有小区 立刻恢复原来的疫情防控措施 而且乡镇所有村庄的主要路口 要设监察点 对外来人员要拆温 登记 此外所有超市 宾馆 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 要严密落实消毒 拆温 登记等管制措施 4月14日 湖北省洪安院的疫情防控指挥部 则表示 近期发现一位村民 成为无症状感染者 要求各村镇机关部门 从4月15日起 全面恢复体温检测 进出人员消毒工作 并宣度民众非必要不外出 尤其不要前往武汉等疫情防控重点地区 王定宇说 是上位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急于复工 在下位的中共干部 只好透过美化防疫数字工程来完成 结果就是第二波武汉肺炎 似乎已经蠢蠢欲动了 是上位的中国最高领导人